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求握手合照相当受欢迎 但对手可没这么容易放过他 兰淫先前拿出照片指控陈时中 但任为副部长前以北一董事身份 访问中国 执疑抗中保台牌失效反将他一军 民进党每次到了选举 就在很抗中保台 是谁把实际说成是中共投入人 又是谁把在中国大陆工作的艺人 说是舔共媚共 不要每一次到选举 就在内部找选举 就在内部制造分化和对力 抗中抗共 这是一个基本的精神跟态度 那至于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 都要站在一个对抗的角度 那也不见得 一年前那时候是一个 北一的董事会 然后大概在那边做相关的一些 等于是医院管理的学术交流 蓝白话说的三 但陈时中回应只是学术交流 宣战最后关头 陈时中也推出催票短片 感性含话选民 但就是这影片中的小白兔 被外界截读在暗奉讲万安 一辈子被保护的好好的 强调讲万安不像小白兔 留给外界想象空间 特别是让G-JF到投票 结果出炉 胜负难分 谁比较像小白兔 这个部分我先来请教一下朗东 当然这个竞选影片一出来 大家可以各自解读 不过我们看到 现在蓝绿的攻防 好像有一种这种互相抹红的感觉 因为民进党的部分 质疑蒋万安之前在美国 这个矽谷经验 说他在美国担任律师期间 曾经为中资企业服务 当然这样的指控 这个蒋万这边很不开心 所以他们去挖出说 这个阿中2016年 在担任北一大董事的时候 也跑到中国去 跟宁波医疗中心 有这个交流的活动 双方面现在吵得不可开交 朗东 对啦 蒋官遇到的问题 不只是说 他有没有帮中国代言的问题 而是说 在辩论会上面 大家也希望他听到台北的愿景 结果他们一直挑战 反复讲到矽谷律师 矽谷经验 大家当然就很好奇的是说 那你一直把矽谷这两个字 挂在嘴边 那真相是什么 结果真相浮现了之后 发现是说他就有推增的方式 他推增上政大这个时候 政大外交系 他爸还是外交部长 然后接下来 政大外交毕业之后的话 就去美国 这个宾州那边念书 念完书之后 出来的这个时候 进入WSGR这个事务所 结果发现在里面 在那边实习打杂 并没有真正做一些关键性的 这个诉讼案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被这个资钱 然后资钱之后将近有十个月的 这个时间的话没有工作 就是所谓的待业 失业经验 那这个失业经验结束之后 他下一波的续合下一个事务所 跟他自己同时又开了 应用到一家事务所 多数在处理中国企业 要到美国上市募资的事情 而这些中国企业 后续几年陆陆续续 在美国的股市当中被下市 然后发现说 这个借格上市 问题的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矽谷经验 发现竟然是说 帮中资及资的经验 而不是大家印象中 矽谷是科技业 Google 脸书 这些是苹果电脑 这些产业 所以这部分 第一个要质疑的是 他的诚信跟他的能力的问题 什么是诚信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他一开始就说 我在美国那边跌跌撞撞的 有很多不顺遂的这个记录 那大家不会去怪他 不会说是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有生活的这个气敷 可是他是说 我看起来一副很精英的样子 说我矽谷律师 大家的刻板印象就 矽谷律师应该就是处理 像Google这种案件 或者是一些关键性的 一些新创产生叫矽谷律师 结果你在那边处理中资 这些中资后来一个个都没 美国这个得下架了 所以这件事情对蒋万安来讲 是非常伤 甚至说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国民党的一个医疗委员会 他们还装蒋万安辯过 说这个蒋万安的这个矽谷经验 是一次次失败 又再站起来的经验 是体会年轻人逐梦辛苦的经验 这个很好笑 你一开始以为你矽谷律师 是一个精英的经验 结果你现在告诉我 这是个底层的这个经验 这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这是一个打闸的这个经验 这摆明就骗人嘛 所以蒋万安为了模糊这个焦点 才开始去反攻说 陈志忠他也有去过 这个中国交流等等 他做过这样2016年的这个事情 那这表示一件事情是说 陈志忠不是一个逢中必反的人 2016年那个时期 其实很多本土派 他也是会去中国当台商 他也是会去中国交流 什么时候开始说 跟中国交流这些等等 大家觉得尽量不要去 2019年习近平先说 这个九二共识没了 就是一国两制 包括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 中国会随时把你抓起来 关之后 大家才觉得 那我们双城论坛不需要办了 你战机 那个中共战机一直在扰台 然后加上用港版国安法 你可能坐个飞机 到了香港过境 都有可能被抓起来之后 那你觉得那种很基本的这些交流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 这很明显就是有差别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种抹黑的一个策略 他就觉得说他没办法解释 张孝岩在做那个台商协会的事情 然后收钱不犯是 在那边是不是跟很多这些中资 跟着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一些聚会 他照这些孩子不敢解释这件事 他也不敢解释说 他所谓的美国律师的经验 结果都是这些中资 那些中资怎么来的 跟他父亲有没有关系 他也没办法去解释 他就某一个说 陈时中有去参加过一个学术交流 所以说你也是红的啦 这种方式是时候去模糊焦点 但是选民最后还是回来看是说 那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 你的愿景在哪里 你如果你的戏骨经验只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那要如何带领台北市成为一个光荣城市呢 对啊 讲完现在是不是这一招就叫做模糊焦点 这个昆城议员补充之前 我们先来看今天阿中部长的回应 他说他当时真的有代表北一大董事 到中国那边去参加活动 可是他说他说他在中国的活动 全程这都是公开的行程 都没有任何私下交流 那他讲抗中保台 并不是表示事事都要挑衅啊 他的立场是理性不挑衅 可是蒋万安怎么说呢 蒋万安说 陈时中怎么可以去中国交流 抗中保台DNA在哪里 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啊 不断在质疑这个DNA的问题耶 来 议员 不是啊 其实先讲到蒋万安 他为什么大家现在提他的矽谷经验有问题 是他的矽谷经验他自己提出来的 他自己想要用这一种比较中产阶级 甚至有点这个精英的这一种态度来面对台北市民 就是说你看我有矽谷的经验 我是矽谷的律师 那投给我呢 这个台北就会跟矽谷一样 就是他当时提了 听起来很华丽的词汇 对 他提了六次矽谷经验 他自己提了吧 可是提了之后大家就发现说矽谷经验 那好像是这个 这个第一个 你当了律师是人家受购律师 而且呢是发现是打闸的 曹仙城说你是打闸的 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样的实质的一个经验 而且中间还被知浅 我记得这个 还有听权 对 都有 讲完自己还有一段影片 还讲到说他在矽谷的时候 这个失业的这种情况 什么他老婆养他 书上有血 那后来发现说 他后来自己这个开了律师事务所 然后呢都是处理中资的事情 那如果这些事情呢 你当初讲清楚的话 大家就觉得说 你的矽谷经验是这样子 那一个跟你 后来被大家揭发的事情 有很大落差 所以不是说这个 你这个跟处理这些中资的事情 有问题在抹红你 不是 你如果当初把你的矽谷经验 把它讲出来是这回事 也没有关系 就让台北市民去做公平 那现在不是这样子 那现在发现说 你这个打杂经验 或者是说这个 其实都做一些比较低阶的 然后现在他就说 这个英雄不怕出生低 或是说矽谷经验 从挫折中再站起来 这跟当初你想要给这个台北市民 这个image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是说 在抹红你讲万安 是说这个你的矽谷经验 自己碰轰 然后被人家刺破之后 你又再转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那你就是不老实的一个人 那你去发现说 2016年 这个陈时中他用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的 这个董事会 他董事的身份 去做一个交流 那这个交流老实讲 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行程 那这个民进党不是说 完全不跟中国做交流 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大家要平等 要尊重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做这个交流 所以阿中讲说这个是 他第一个他的行程是完全是公开的 第二个理性不挑衅 那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公平说 他那一次去中国访问的行程 那所以你又说他去中国访问的行程 又说你这个什么抗中保台 DNN在哪里 我老实讲 你国民党去提这个阿中 这个抗中保台DNN在哪里 我觉得是笑话 真是笑话 回去他看说这个蒋万能 你的父亲 蒋万能 这个蒋孝岩 有没有说这个那时候利用 这个国民党秘书厂的身份 来当这个台商的买办 然后呢 甚至呢 还去瞧 就是说这个一些 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特权等等之类的 有没有去骗取这个台商的钱 都有 因为这个法律上 都有相关的这个诉讼 你A人家三千万 那你打官司打输了 所以说你在讲说这个 质疑这个陈时中的这个 抗中保台DNN 我就请你回去 请你去蒋万去问一下 你爸爸 这个蒋孝岩 当初有没有这回事 利用这一个你们这个国民党 这个特权买办的身份 到底有没有到这个中国去 坑骗台商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讲得很清楚 那我们再说一次 今天我们只是让市民知道说 你蒋万讲了这些事情 我觉得不是在抹红你 你要讲出来说 那当初为什么这个 人家请你签这个 这个承诺 不投降的承诺书 你不签 那或者说 这个当民进党要讲说 这个平等交流的 这个互惠这个原则的时候 甚至在这个 这个中国这个军机军舰 在老台的时候 结果中国这个国民党 还派这个副主席 到这个中国去 最后就变成说 继续军演范围过大 那请问一下 蒋万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有没有站出来 就是说谴责 中国 我觉得我们在讲的 看中宝台 是在讲这一部分 结果你拉丽拉扎 讲了一个阿中 这个2016年有去 这个中国做了一个 学术上的交流 这完全是两回事 那也表示说 这个蒋万 就是随便 青菜给你拨红 然后想把这个整个选战 变成一个颇奋战 那我是觉得说 蒋万不要这样子 虽然我看到昨天这个阿中的 今天看到这个阿中的影片 这个里面有一幕 这个小白兔 当然影片中 没有讲说小白兔是谁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个好像是蒋万安 可是发现说蒋万安好像也没有像这个小白兔一样这么纯洁 他们的选举在泼粪在抹黑 也没有像小白兔这样的纯洁 蒋万安就好好老老实实讲一下说 你爸爸这个蒋万安的事情 在中国到底做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当中国军机军舰老台的时候 你是站在哪里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在讲说 为什么要抗中保台最重要的原因 这个蒋万安 现在这样好意思去质疑阿中 抗中保台DNA等等的事情 是不是要自己先教这个父亲 这个蒋少爷的事情先交代给亲厕了 来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红鹿委员继续来帮我们补充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